晚间六点左右 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古力言 和国防部副部长博鸿辉 陆续抵达台北宾馆 因为外交部长林江龙 晚间特别选在这里 宴请来自美国的宾客 这回AIT及美国商务部 国际贸易管理局 安排了美国26家 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厂商 和五角大厦创新单位官员来台 希望探索市场发展机会 满足台湾市场 对无人机及无人机反制系统的 解决方案需求 事实上近年未强化 我国的不对称作战能力 国防部也集体发展各类型无人机 现在也传出 美方对建商无人机有高度兴趣 可能有美商贴牌 代销我方研制的无人机 未来将寻求与国内无人机产业链合作 国防部更首度公布 无人机攻击影片 内容提到考量新型战争趋势 国军近年来积极发展各类小型无人机 国防部发言人脸书发文 宣布将新增第一人称视角 FPV无人机的筹获案 由军备局研制 未来渴望从事自杀攻击任务 无二战争爆发后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被广泛运用 它能将用户迁入到无人机视角 再透过影像传输系统 控制驾驶无人机 攜带爆炸物侦察攻击 国军积极投入大笔预算 要强化不对称作战 建立台湾无人机大军 无人机攻击已在恶务战中获得验证 如何汲取经验 也成为国军重要目标 明示水冷静摇邀请中的 名湖景盛台北报道